梅西夺冠式戒杯 背后的三种心理学效应 商业帝国的海田圣言 站在系统看式戒杯 这就是商业运作的赛马场 2022年卡塔尔式戒杯正如火如土展开 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宴 第一次在冬天举办 真伪球迷一起上 不懂球的用户 似乎不去做一棵韭菜都少了点参与感 不看球的用户 不去熬个夜感受下球场氛围 就像脱离了这喧嚣的世界一样 和往年一样 小祖赛的各种暴露 与之对应的天台剑反着买都蜂拥而至 第一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 第一次在中东举办 投资超过2200亿美元 多才多艺的石油王国 这次也刷足了存在感 走进狂欢的背后 我将从不同角度谈谈 世界杯的一些启发 或许对于产品运营从业者来说 能够有所启发 世界杯背后卡塔尔的畅想 赶在资源枯竭之前突围创新 在人类遭遇化石能源挑战的今天 中东国家也面临着能源转型难题 依赖能源出口不是长久之计 现在的中东大亨是富的流油 但一直吃老本 非再生能源终究会枯竭 总有见底的那天 与其说卡塔尔豪里豪气 不如说这是危机意识的外显 天然气除量全球第三 人均GDT世界第八 如何将钱转化为可持续 正向的生产力 也许是卡塔尔的诉求之一 高科技行业创新门槛高 相对可行突围是旅游和文娱 提到迪拜 我们都不陌生 好车 奢华酒店 土豪旅行打卡的标签 已经被烙入心中 卡塔尔可以通过世界杯等国际赛事 让世人深入了解这个国家 正如运营人提到的路斗模型 通过世界杯拉新认知 告诉中国的微商团队长们 你们炫富除了打卡迪拜 卡塔尔更是土豪彰显身份的打卡迪 不只是世界杯 2023年亚洲杯也在卡塔尔 在近十年里 卡塔尔已经举办过30多次大型国际赛事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 卡塔尔准备在世界杯后 大力申办2036年奥运会 通过世界杯等国际赛事 建立国家影响力 将卡塔尔的不动产 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力 打造第二 第三产业 也许是石油大亨们的诉求之一 世界杯背后的三种心理学效应 莫非定立心理 股市波动的魔咒 每逢世界杯时段 连股市场都不怎么好 网友们有各种遐想猜测 第一 资金流出 世界杯期间 很多资金都从股市抽离出去参与博彩 导致交易量下降和股值下跌 第二 精力有限 世界杯期间 投资者都在熬夜看球 白天顶着黑眼圈 没有经历炒股 第三 心理因素 自1994年至2018年 这股共经历七届世界杯 期间有五次下跌 正如莫非定律 你越怕什么 它越来什么 无核之众心理 精彩销量暴增 全民跟踪买球 就是群体效应的外线 你买了吗 你买哪个国家赢 你看看我这比分 简直太有感觉了 世界杯 简直是博彩公司的双十一狂欢 赚得盆满钵满 11月28日 中国竞采网公布 卡塔尔世界杯 首周全国竞采销售数据 竞采销量总计147.06亿元 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首周74.40亿元相比 暴涨近一倍 生活中从不看球的人 都在跟风下注 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这是典型的群体心理在作怪 也是我们提到的 乌合之众心理学效应 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 都成这个群体的人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区别 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 不管他是男是女 也不管他的智商是高是低 只要他们是一个群体 那么他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心理 集体心理 跟风 追随 传染 风传 流行等背后的驱动 都是乌合之众群体心理 当然 不懂球的你在世界杯期间 开心的做一颗韭菜栽买球 也是无可之中 迷恋小概率博弈心理学 以小博大心理学效应 在彩票上应用到极致 人类都会对未来 小概率发生的事情进行幻想 越幻想越着迷 彩票反着买 别墅靠大海 说的就是小概率事件 尤其是朋友圈里各种选比分中奖 让你产生一种错觉 以小博大真的可行 手蚁很小 人们又会迷恋小概率事件 心态会从厌恶风险 反转为偏好风险 宁愿不一把大奖金 比如 每年世界杯上总有几场暴冷场次 短期内中奖 可能会有多八的双感 但长期来看一定都会亏出去 小概率是短期行为 只要你继续买球 从小组赛到投胎赛 最终大部分人一定是负收益 毕竟 幕后是博彩公司的商业化和市场运作 如果彩民都赚钱 博彩公司无法经营 那么竞彩就不会长期存在于市场 世界杯背后的营销狂欢 做安一人家是认真的 卡塔尔背后的拉伊博小王子转翻了 11月27日 发布第一条抖音 以猪涨粉1550万 11月30日 发布第一条微博 四天涨粉32.7万 出圈就是这么简单 拉伊博小王子也被网友称为 混沌皮小王子 可世界杯开幕式上的 吉祥物造型如出一辙 有人在质疑他的真实身份 暂不说真伪 至少从IP地址 卡塔尔和自媒体官号认证来看 这是幕后团队打造的超级大IP 和第一部分提到卡塔尔的旅游文化新产业的遐想 瞬间不谋而合 根据Global Data数据 中国企业累计投入高达14亿美元赞助费 超过美国赞助商的11亿美元 这仅仅是国际足联合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的投入 这一个月当全民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世界杯上 品牌如何破圈玩出花呢 先明确一个观点 体育营销不等于体育品牌的专利 本届是界杯国内最耀眼几个品牌 当属巴斯职聘 海信 万达 猛牛 Livo 雅迪 巴斯职聘的传播执行力 广告就是重复 重复再重复 喜提2018年世界杯最凡人广告之一的巴斯职聘 又来了 不止直播现场 地铁 信息流 线下电梯全方位触点 再次强化招聘市场的用户心智 有人开玩笑说 巴斯职聘真的是把场景营销玩到极致 找工作和看球 看似不想管的两个人群 其实关联性还不小 有时间精力在看球的用户 巴斯职聘在提醒 世界杯结束该安心找工作了 站在你眼前的巴斯职聘 岂不是无业游民的首选 海新的公宇明 体育营销老手 让你记住世界第二 制造冲突话题 凭借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色谷 海新做出本届 引人注目的场边广告 尽管第一出现在宣传词里 有越界之险 后来的比赛里被更改为 中国制造疫情努力 但不得不承认 一开始的擦边给海新带来了 想要的效果 引发话题讨论这块 已经赚足了关注度 同样 网友戏称海新也是被誉为 是界杯场景植入的品牌 天台杂电视等场景 在球迷买球受挫后屡见不现 暗示彩谜 彩票不忠杂电视 换电视来买海信 除了品牌方和举办方 各路平台也是收益者 迷姑和抖音 从央视获得持权转播的价格 超过十亿元 定位清晰的两大平台 迷姑爱看将各大体育赛事的 直播权收入囊中 赢超 西甲 德甲 奥运 世界杯 暂且后续留存 至少体育标签这块已经深深落入用户心智 抖音 更不用说了 国民现象及ATB打造空气及应用 强化市场份额的一次战术行为而已 最后 站在不同立场 不同角度来看 全民狂欢的世界杯会有不同的启发 注意力 红锡效应 是大品牌扩大影响力 强占市场的好时机 卡塔尔赤举丝办赛事 也是举办方创新突围打造第二 第三产业的好时机 年年都叫着天台见的球迷 借借受影响的A股市场 是巧合也是必然 站在系统看世界杯 这就是商业运作的赛马场 商业要长久 必须要符合市场运作规律 举办方平台方都要盈利 才能正向循环 利润哪里来 正在买球的你 似乎也在默默地做着贡献 但在长期角度来看 世界杯的小概率事件 暴冷的球赛似乎已经见怪不怪 球员球队都是这个商业帝国里的一枚棋子 站在系统角度来看 谁夺冠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唯有符合市场运作 商业利益最大化可能更重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 享受美好人生 这里是财富级频道 我是钱老板 感谢订阅点赞评论 转发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